尤其還沒開發之前 一定要新法律途徑跟他反應 我們現在國有土地 要感謝游西坤 做行政院長把所有的公民事業的財產 都納入國有財產給管理 以前是因為敗家子 各自一定不好 馬上賣自己管理的土地 現在一切也感謝國有財產統一管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這都是連設計的 像豆腐甲以前要開發大飯店 經過機民的反對 已經慢慢消聲匿跡 但是他還是要做完整的抵抗 這也有賴我們縣政府繼續把他阻擋 我希望你這個案子也是一樣的前行 會花光花的 謝謝